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文创作了轰动全国的巨幅油画《开国大典》 这幅构图精妙 气势磅礴的巨作 生动的在线了开国大典上最激动人心的瞬间 然而熟悉这幅油画的人都知道 中共中央五位书记中的一位 却没能够出现在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上 这位书记因为鸡劳患病 不得不躺在病床上 从收音机的直播中勾勒着这一幕盼望已久的圣景 它就是仁碧石 仁碧石 原名仁裴国 沃南湘音 金属密罗世人 1904年4月30生 1920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 21岁任团中央总书记 27岁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和组织家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 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 1904年 任毕石出生在湖南湘音 熟堂乡 一个不算有钱 却读书分为浓厚的家庭 在他三岁的时候 父亲就让他踩着小板凳 在勉强构道的桌面上练习描红 再大一点就开始抄录古文名篇 在别的孩子刚上小学的年龄 任毕石就考了当地座民小学三年级考试的最优等 聪颖好学的他先后在座民小学和湖南医师副小 完成了小学学业 进入了当地有名的私立中学 明德中学 后来因为家庭拮据 不得已转入常俊中学学习 1919年 五四运动爆发了 内忧外患之下 湖南学子奋起响应 以各种形式抗议帝国主义 入学不到半年 年仅15岁的人毕石 和同学们走上街头 贩卖国货 抵制日货 还通过写传单 表演话剧 画漫画 唱歌等方式 宣传爱国反帝思想 当时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思想 发生急剧变化 出国勤工俭学 追求先进知识 成为了空前的热潮 湖南学子中 仅长俊中学两年之内 就有28名学生 参加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 仁毕石的校友 中共老一代革命家 李立三 李富春等人 都在其中 仁毕石为了不给家中 增添经济负担 没有选择赴法国留学 而是加入正在筹建的 俄罗斯研究会 准备前往苏联 勤工俭学 这个选择意味着 放弃国内中学的文凭 仁毕石与社友宵敬光 为此犹豫纠结了好久 最终一同下定决心 留学前 仁毕石需要先到 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外语 可不要小瞧了这个预科班 除了俄语学习 还有马列主义基本知识的学习 学员们还每周 学习一次共产党宣言 经常可以读到 新青年等进步的刊物 1921年春 经过八个多月的学习 学员仁毕石 刘少奇 罗易农 萧敬光等三十多人 分三批 踏上了去往莫斯科 东方大学学习的列车 临走前 想到父亲年过半百 依然为全家衣食奔走 仁毕石 潸然泪下 可是 在他给父亲的信中这样写道 只以人生源出于谋幸福 冒险奋勇难而逝 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 亦全赖我被青年 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 同天共乐 此意 我被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 达此 便算成功 大福家世界 便是仁毕石 对于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最初表述 十六岁的少年 已经走出了个人与家庭的小目标 准备追寻更大的理想 理想很丰满 可现实确实有点骨感 这些热血男儿 从温暖的南方一路乘船 到达海参崴之后 才发现这里的春天 比国内的冬天还冷 比天气更让人打寒战的 是一路上 帝国主义武装和张作霖军阀 无处不在的严厉盘稳 进步青年 则是他们扣押审查的重点人物 为此 他们不得不乔装隐蔽身份 人毕石 化妆成一个理发将 刘少奇装作一个学手艺的裁缝 从海参崴城火车一路向西 他们分散在乘客的中间 暗中互相照顾 饿了就啃几口枕头一样大的黑面包 还要时常下来修理被破坏的铁路 就这样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险旅程 终于在1921年7月9日 到达了莫斯科 1921年的莫斯科 是一个热闹非凡的国际活动中心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等重要会议 相继召开 来自中国的革命青年 得到了东道主的热烈欢迎 8月3日 他们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这所 学习马列主义的圣地 开始了求学之路 任毕石和刘少奇 罗易农等人 组成了东大中国班 并在其中成立了 吕俄青年共产团 为了回国后 从事革命工作不暴露身份 任毕石将原名裴国改为毕石 意思为纠正时毕 1922年12月7日 经过中共吕莫组全体大会讨论 任毕石转为了正式党员 1923年4月28日 中国共产党吕莫支部正式成立 中共中央第一代成熟的领导集体成员 刘少奇 任毕石 一代袁荣 萧敬光 革命烈士 罗易农 王一飞 赵世言 陈延年 陈乔年等 都是在吕莫支部 严格的组织训练下 成长起来的坚定的 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由于苏联实施战时共产主义 东大的生活很艰苦 物资平跳共赢 就连教授一星期只能领到一大块黑面包 作为讲课的报酬 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们 午饭永远是海草和土豆煮的汤 常常饿得没有力气上楼 衣服都是来自欧洲工人的捐献 睡觉用军大衣代替被子取暖 尽管如此 作为政党建设之初的骨干 大家依然恪守着织布定下的集体准则 刻苦学习 克服自身的惰性 时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他们用铁一般的纪律 甚至牺牲个性的痛苦过程 不断磨砺着自己 1924年 中共三大确立了国共合作方针 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 迫切需要大批干部开展工作 8月 任碧石等人在吕墨支部的安排下 回到了上海 回国后 为了贯彻共产国际关于加强党团组织的指示 任碧石迅速转入青年团的领导活动 为了普及共产主义和宣传社会主义青年团而呐喊 任碧石把文字宣传当作第一块阵地 在《中国青年》等杂志上 撰写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概论 列宁与十月革命 翻译列宁著作《中国的战争》等文章 介绍共产党和青年团 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介绍苏俄革命的经验 后来一些老一辈革命家 晚年常回一说 我们先读到任碧石等人的文字 接受了他们宣传的思想 才走上革命道路的 任碧石不仅是个写文章的高手 还具备出色的组织才能 1925年1月 时任团中央组织部主任的他 面对全国范围的团的建设工作 深感自己还不够了解基层 各地方团有多少 团员阶级组成怎么样 多大年龄 男女各多少 每年发展多少人 有没有上级指导 带着这些细致的问题 任碧石用9个月的时间 开展了广泛的社会调查 在掌握和研究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 任碧石对如何规范团员 规范组织等重大的改革问题 有了深入的思考 调查中 一个突出的问题 很快摆在了他的面前 团员中的工农成分太少 青年学生团员脱离工农 脱离实际十分严重 震惊中外的武萨运动后 工商学联的谈判条件 被软弱的上海商会肆意篡改 帝国主义势力 与国内军阀反动势力的联合力量 远远超出了学生娃的力量 工人从大规模罢工 到被迫有组织的复工妥协 让任碧石 深感发展工农团员力量的重要性 为此 任碧石只是各地团组织 调整吸收团员的标准 简化手续 为了提高青年工人的觉悟 他亲自在一间旧房子里 给仿沙场 灯泡场的低学历女工讲课 用深入浅出的方式 结合工人实际 告诉他们阶级 资本 共产主义 这些抽象的道理 虽然培训班 只坚持了半年多的时间 从这里走出来的青年团员 后来大都成为了党团的工作骨干 1926年4月 任碧石与陈从英结为夫妇 新婚的喜悦 只是短暂地点缀了两个人的生活 不久 三一八惨案 中山剑事件 412反革命政变 相继发生 1927年4月27日 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 任碧石勇敢地站出来 坚决地主张革命斗争 对抗反革命集团 批评总书记陈独秀的 右倾错误思想 会后 他还三次给对反革命集团 抱有幻想的陈独秀 提交政治意见书 与他针锋相对 在8月7日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 任碧石系统发言 指出了党内机会主义倾向的原因 赢得了党内的支持 会上任碧石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此后更加频繁地出席政治局的会议 为他日后进入中共中央工作 奠定了基础 1927年8期会议之后 以毛泽东为领导的 相干边界秋收起义爆发 由于起义前夕 收编的前军秋国宣团突然叛变 加上国民党正规军集中优势兵力反攻 原定的起义计划 严重受挫 毛泽东召开紧急会议 准备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 由城市向农村转移 却遭到共产国际 驻中国代表马耶尔的反对 中共中央派出任碧石作为全权代表 前去督战 而任碧石沉着稳重 向湖南省委 仔细了解了敌我兵力对比和起义组织情况 做出了不宜进行长沙暴动的结论汇报中央 在他的争取下 毛泽东得以带领起义军辗转来到三湾村 对部队进行了改变 为后来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 大会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 正确认识了反革命势力的现状 提出了争取群众 克服盲动主义命令主义结论 自此党的革命斗争重心 转移到了长期而艰苦的群众工作中 此时的任毕石已从共青团中央总书记调到党中央工作 任毕石并没有到莫斯科参与六大 而是留守家中 担当其指导全党各项工作的工作 这段时间 他为中央起草了各类重要的通告文件16件 为指导国内党的现实斗争 传达六大精神 稳住后方阵地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4年 在汪明左倾冒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 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中央决定 红六军团离开香港苏区 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 并建立新的苏区 任毕石受命率军西征 拉开了工农红军 两万五千里长征壮丽石师的序幕 在任毕石的精心组织下 长征先前队红六军团不到半个月 就将政治、组织、军事、后勤等各方面准备工作 全部做好 任毕石的前面是全然未知的重重伪兵 而他的身后是年轻的妻子和刚刚出生不久的孩子 就在出征前半年 任毕石的妻子陈从英 给儿历之年的他生下了一个男孩 在此之前 任毕石经受了大女儿的夭折和素未谋面的二女儿 被送回老家寄养的离别之统 可是如今 凶险未卜的前途 不允许他带着孩子向前 任毕石强忍悲痛 给儿子起名叫香干 送给了当地群众抚养 此后再无这个孩子的阴心了 在长征队伍最艰难的时候 患上瘧疾的人毕石 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 妻子陈从英背着通信密码本和战士们一样 光着脚 艰难地踩着前面的脚印 低着头前进着 国家博物馆里 至今还珍藏着这样一条皮带 上面留着清晰的刀割的痕迹 八十多年前 在全军穿过草地 粮食耗尽的时候 任毕石和战士们 把身上的牛皮带 切成小块煮了充饥 还风趣地称为煮牛肉 1934年10月24日 历经近八十天 跨越五千多公里 任毕石率领红六军团主力 三千三百多人 与贺龙等人率领的红二军团胜利会师 为中央红军向湘西的战略转移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 任毕石又积极地团结军中工作 极力促成红二 红四 红六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师 至此 长征宣告 胜利结束 1937年7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红军改变为八路军后 任毕石担任政治部主任 从正面战场的平行官大捷 到发动民众建立敌后武装 从对敌军 伪军和强军的思想政治工作 到八路军的日常生活 处处可见他踏实细致的工作 1938年的抗战相持阶段 任毕石奉中央命 在4月14日 将一份中国抗日战争的行事 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 提交给共产国际 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 详细汇报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 汇报中 他特别强调说 毛泽东最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正是采取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系列的正确意见 才由党和军队在抗战以来 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可以说 任毕石在苏联的代表团 成为了世界了解延安的宣传战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 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报告 充分肯定了中共的政治路线 和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1940年 任毕石被调往延安工作 在此后近八年的时间里 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秘书长 书记处书记等职务 在延安 他的组织、宣传、经济和军事各方面的才感 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在他的辛勤工作下 中办系统和中央各部委及各局的组织 逐步走向正规化 各管一摊 职能混乱的现象明显好转 分管中共中央西北局势 他克服经济短缺 保障了延安几百万人口的衣食住行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 他亲力动员 认真领导 深入总结 促进了全党思想解放和统一 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谈判时 他的书记处直接负责各个战略区的调兵前将 保障了军事布局对敌人足够的震慑力 为日后的解放战争赢得了先机 在土地改革问题中 他实事求是组织调研 认真分析规划 纠正了左倾的错误 任毕时曾先后两次被捕入狱 受过国民党的酷刑 加之长期艰苦劳累的革命斗争生活 常年带病坚持工作 然而随中央从延安来到西百坡之后 他的身体已是十分衰弱 然而他头脑中依然时刻思考着大问题 党从农村到城市后该怎么办 党靠谁来养 其他党派怎么办 党如何领导国家 任毕时夜以继日地思考着 1948年9月 西百坡中央机关院里的一个小食堂里 任毕时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离开延安后的第一次会议 围绕毛泽东提出的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 加强纪律性三项基本要求 任毕时在发言中着重讲了四个问题 战事 纪律性 民主 党组织的发展与整顿 这次发言既涉及眼前战争的发展和政权的建立 又涉及长远的执政和建设问题 一年后的中共期间二中全会上 他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抓住工业化等本质问题 对党中央从农村走向城市建立和建设新中国 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1950年国庆一周年 任毕时终于站上了天安门城楼 算是得偿所愿 不久他因病逝世 享年四十六岁 凡曾同任毕时同志一到工作或生活过的人都知道 他有三怕 一怕工作少 二怕麻烦人 三怕用钱多 建国以后 家住北京景山东街的一栋临街嘈杂的小房子里 然而当他了解到为了给他搬家 得把一个机关牵走时 就坚决不让搬 在北京市郊养病时 为了节省汽油 就把一些小事攒起来进城办 他生前一直用着一床被子和一条毯子 都是缴获的战利品 叶剑英同志这样评价人毕时 他是我们党的骆驼 中国人民的骆驼 担负着沉重的担子 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 没有休息 没有享受 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 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 是我们的模范 有点党最好的党 我们的手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